迷你世界真好看 啊 好累啊 睡觉了 这小表妹 回家就知道看电视睡觉 哎呦啦 上次老妈的方法不错 假舞 学习 健身都用上 表妹 你可就别怪表姐了 打晕 跟表姐去流浪吧 这里不是表姐家吗 算了 看迷你世界了 哎 怎么回事 电视怎么打不开了 表姐家的电视机也太破烂了 难道是没有遥控器的原因 这附近都没看到遥控器 还是上楼找找吧 洗衣机 依然表姐的衣服 遥控器 我看到遥控器了 可恶的表姐 让我帮你洗衣服才能让我看电视 累死我了 可算是拿到遥控器了 下楼看电视了 第二天 电视机 电视机又打不开了 哎 还是找遥控器吧 表姐肯定不会那么简单让我找到遥控器 房间的箱子是不可能有的了 阳台这里有个保龄球 表姐的小心思我先远没猜出来了 不就是让我在楼下保龄球馆运动运动 来给全雷打 赶紧把我遥控器交出来 遥控器盒子 又可以看电视了 第三天 表姐可算是没辙了 连遥控器都不藏 怎么回事 电视机还是打不开 削小了插座 这次藏插座了 插座这么大的东西藏在外面肯定能看到 翻一翻表姐的抽屉 这个柜子没有 另外一个柜子 找到了 装上插板 连接上插头 电视机可以看了 第四天 咦 表姐 好啊 表姐 表姐 你干嘛老是藏电视机遥控器 快点给我遥控器 我要看迷你世界 表妹 打了也没用啊 它是我的替身 你要和它比猜拳 赢了才会有遥控器 猜拳 来就来 不就是猜拳吗 来吧 猜拳开始了 先看你出什么 一个布 那我出剪刀 机器人果然很笨 继续继续 出个锤头 那我就给你布 最后一次了 剪刀 那我就拿拳头 哈哈 快走吧 大笨蛋 拿到遥控器上楼看电视了 今天遥控器没找着 倒是从冰箱里分出了口粮 表姐 你连你家的旺材都不肯喂 还会让我来 我的遥控器 旺材啊 你的狗粮来了 快点把遥控器拿出来 你给我装在碗里 好好好 放进碗里 还好没让我喂你 不然今天就有狗肉吃了 遥控器拿到了 可以看电视了 今天我不看电视了 我发现了好玩的东西 表姐床上有平板 还能玩游戏 需要输入密码 这个简单 二对二 一对一 三对三 冰咕 可以开机了 啊 怎么梦出了遥控器 不然我玩迷你 有电视机也不错 表姐 我知道你在房间里 快把空气交出来 哎 表姐呢 我刚明明听见声音了 房间里怎么会有土块 难道表姐学会了蹲地霜 我小表妹怎么会让你逃走 先拿上锄头把地锄开 让表姐无处遁形 表姐 你快出来吧 我知道你在底下 啊 怎么冒出了窟 这么高 表姐怎么上去的 哇塞 原来是机关 踩在上面就会出现梯子 可恶的表姐 就是想做热气球逃考 好 我这就来 可惜了 还是让表姐走了 不过电视机也要扣拉下了 可以看电视还是放过你吧 这是我在表姐家待的第十天了 家里怎么出现了地毯啊 以前从没有的 四个角落怎么鼓鼓的 能带有东西藏在里面 哼 表姐花样摆出 但是摆命一书 还是被我发现了 安心看电视了 什么 这次连插座也藏起来了 气死我了 嘿嘿 我才不会去找 我去别的地方拔一个插座 不就可以了 我小鱼儿实在是太聪明了 哈哈 拿到插座 装上看电视了 表姐 没法了吧 以后我都能看电视了